从2021年年底Go4125开始 软路由全面进入了2.5G的时代 随着CPU的不断的更新迭代 今年11代的赛扬也逐渐的走入了软路由的成熟期 超出Go4125将近30%的性能 支持NVMe固态 原生支持32G的内存 TTP功耗只要10W 而它的价格又非常接近Go425 那么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2022年最新的爆款2.5G网口软路由 N5105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经能 我是金水 好 首先我们打开包装 可以看到软路由的本体 之后可以看到一个12V2.5A的大井的电源 接下来是一条SATA加电源的硬盘扩展线 后面是一个螺丝包 加保修卡 这款软路由的CPU采用了 2022年最火的N5105 N5105是2021年Q1季度发售的 英特尔11代10纳米工艺的赛阳CPU 这款CPU主打移动产品系列 性能强劲功耗低 TGP功耗只有10瓦 四核四线程核心频率在2.0G赫兹 最高的2.9 但是金水实测只能跑到2.8 最高支持2933MHz的双通道DDR内存 金水实测支持两条16G PCIe通道最大支持8条进3的标准 自带核心显卡支持4K60Hz的输出 支持AS新指令级 支持英特尔的虚拟化VT-X和VT-D 为了方便大家跟各种软路由的型号 做区分和对比 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表格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外观 本身的这个软路由 正面有四个千兆的 Intel i225V的网卡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一个COM-ECO 背面是一个CMOS的复位键 两个USB2.0 两个USB3.2 一个电源键 两个HDMI 1.4的接口 一个SIM卡的插槽 一个Reset的按键 那这款小主机相比市面上的绝大多数产品的接口 都要更加的丰富 但是它的尺寸呢 反而会更加小巧一些 那当然咱们不能跟R86S比了 好 我们现在把盖板打开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内部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两个内存插槽 一个M.2的接口 一个Mini PCIe的接口 那我们在这里面安装了两条16G的 3200MHz的DDR4的内存 最大的支持32G 那我在这就一次装满了 那对于虚拟机的玩家呢 实际上是非常友好的 我在这台小主机上安装了 1T的N1ME的固态 这里面呢 还有一组SET硬盘的电源和数据接口 方便以后我们可以扩展2.5寸的机器硬盘 大家在这需要注意 如果你要增加硬盘的话 可能会增加一定的功耗 那一般来说 一个2.5寸的SSD会增加大概1W左右的功耗 2.5寸的机械硬盘会增加大概2W左右的功耗 那我们在不增加硬盘跟其他外设的情况下 那Open WRT下的整机待机功耗 基本上可以稳定在10W左右 还是非常不错的 从配置跟硬件上来说 那无论是CPU还是网卡的性能 都是非常非常足够的 那相对R86S来说 它的扩展性能还是有不小的优势的 外观跟参数 咱们就先说到这里 那到底性能怎么样呢 咱们是罗子是马 拉帅66 跑个分 我这次拿到这个小主机BIOS的版本 是V12的版本 娱乐大师跑分12.12万分 NVM1测速 读取1429.87 写入1242.94 Thinkbench R23 2089分 Ginkbench 5 单核 643分 多核 2026分 Performance Test 4203分 CPU Z 单核的分 264分 多核的分 1010.7分 i.64 单烤FPU 30分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CPU会窜升到2.8G赫兹 那两分钟之后呢 撞到功耗墙 回退到2.5G赫兹左右 29分钟 CPU的温度达到了70度左右 撞到温度墙之后 会再次降频到2.4G到2.5G之间徘徊 那整体的烤机过程 总体的功率呢 是不会超过29瓦的 那降频之后 一般来说会在24到25瓦中持续运行 在整个测试过程中 Windows的待机功耗都在134瓦左右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OpenWrt以下的 常用的加密算法的成绩 首先我们来看AES 得分是37.12万分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XX20 19.27万分 OpenWrt自带的Chromemark CPU评分 7.7万分 看到这里呢 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跑加密算法的时候呢 我们的CPU大概只用到了20%左右 那这种算法 对于这个层级的CPU来说呢 是全程无压力的 那我们现在把这个功耗 同在10瓦左右的 Go1900 E3845 还有Go4205 跟Go4125 那这几个还包括 最近几年卖的比较好的R2S 来比较一下 大家就非常容易能看得出来 它们之间的这些性能区别了 那一般来说呢 像这种4个2.5G网口的 大家都可以把它当成 小型的交换机来使用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在数据传输层面上的测试 那我们现在在软路由上打开 iPod 3服务端 那我们在我们的电脑上运行客户端 测试电脑呢 是Windows 11 网卡呢 用的是TP-Link的2.5G网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OpenWrt的发送数据 那OpenWrt发送数据呢 是在2.01G 使用-R的参数 由Windows来发送数据呢 则得到了1.98G 接下来呢 我们使用-P10的参数 也就是实现程 OpenWrt发送数据呢 是2.37G Windows发送数据呢 是1.49G 那其实大家在这里 还是可以看到 由于Windows的这个内核 确实比较老旧 所以说导致了传输速率的 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我们如果使用新的内核的 这种Linux 或者是MacOS 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经过军水的实际测试 在OpenWrt下的待机功耗 在10瓦左右 那由于这次的BIOS调教呢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 保证了日常使用够用的前提 那有效地控制了功耗和温度 在室温27度的环境 运行了大概3个小时左右 温度在43摄置度 那测温枪测温之后呢 可以看到大概在40度左右 那整体的温控呢 还是相对比较优秀的 好 我们先说有点 不管是从性能 网络传输 那这个路由呢 都是非常好的 进阶的产品 那11代的N5105 功耗非常低 那性能呢 又超过GOS R25 大概40%左右 原生支持32G的双通道内存 四网口全英特尔2.5G网卡 那进一步呢 降低了内网升级的门槛 那待机在10瓦左右的功耗 控制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在接口方面呢 比在售的其他产品 都要更加的丰富 那扩展性能跟实用性 都会更加的强 那对于想玩虚拟机的玩家呢 是非常的友好的 那进水实际测试 ESXi 7.0 U2 跟PVE 7.0 都是可以完美的支持 和网卡直通的 可以说是2.5G内网升级 跟虚拟机玩家的首选 那么同样 它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 在Windows下 像2.5G网卡 对Windows就不是非常的友好了 内网的传输速度呢 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那M.2的接口 跟Mini PCIe的接口呢 是放在一起的 那如果你想两个设备 同时都安装 NVME的装置 如果你想装散热背夹的话 那尽可能只装上面的 否则呢 会影响下面这个设备的散热 由于N5105最大支持2933的内存 我把我手上的全部的内存 什么2400的 2666的 2400跟2666 在做我们去掉功耗墙的压力测试的时候呢 分别会在12分钟和15分钟 出现花瓶的这种现象 而3200的内存呢 则是可以坚持到30分钟左右 所以说呢 在各种跑分的软件去测试 3200的情况都会相对更好一些 所以说在这呢 还是建议大家使用3200内存 那么最后呢 跟大家说一下价格 在之前啊 N5105刚出来的时候呢 价格应该是在900块钱左右 那这次呢 厂家给我们提供了100个优惠券 在购买的时候呢 领券可以利减100元 价格是否优惠 我在这呢 就不再多说了 那大家可以去某宝上 自己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那么最后呢 还是老生常谈 那家里的带宽又在500兆以内 一个R2S就足够用了 或者是同价位的产品 也就可以了 那如果再好 性能再高的产品 实际上都是过剩的 那如果你想玩虚拟机 家里的宽带 在千兆以上 或者是呢 有两条宽带 那你也想升级2.5G的内网 那可玩性的 比较大的这个软路由 这个N5105 可以说是2022年 非常好的一个性价比的选择 那希望在这呢 大家要理性选择 自己想要的产品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或者是在你选购软路由的时候呢 可以帮到你 那就麻烦你给个三连 那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呢 那就请你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误我任何一期影片的更新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 都会对我的频道有非常大的帮助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